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真的是鲜花的话 你如果插在了牛粪上 那这个牛粪都会价值连成 肯定不是随随便便的牛粪 我们经常会看到有的女孩长得很漂亮 结果嫁给一个其貌不扬的小伙 是吧 如果这个女的真相我们说的 是这种好女人 你放心 这个其貌不扬 家里也没什么钱的男的 绝对会用她的后半生来证明 这个女的选的是正确的 人生总有一段飘忽的 迷茫的时期 这段时间 也是对我们的一种历练吧 或者说在这个飘忽的 不安定的过程当中 寻找和等待 就是你目前应该要做的事情 咱们看一下 那些在等待的人 比如等公共汽车 或者在银行排队的 有的人就很自在 拿了一本书 一边翻着书 一边在等待 而有的人就显得很胶着 走来走去 是吧 你什么时候能遇到你的男朋友 遇到你的白马王子 是命里注定的 你不能选择你的命运 但你可以选择你的心情 在遇到 他之前 坚信他总有一天会出现 在他来之前 我就静静的看书 学习 锻炼 把现在的时间打发好 我一个人就把一个人的生活过好 不在于是一个人两个人 难得长得丑一点没关系 前提条件是你要能欣赏到他身上闪光的地方 则偶时把高学历 年薪 身材 生活习惯都扔到一边 无论你是35岁 还是40岁 都把自己当成一个无知的小姑娘 当作一个可爱的小姑娘 如果有太过悠闲 太过高雅的爱好 建议你们都适当地修改一下 假设你喜欢打高二夫 把它改成人家组织的爬山和旅游 甚至可以有意地找一些低俗的 你以前看不上的 比如说 广场舞 把自己放低了 这个位置就对了 你的学历 收入 身材 精力 学识 就不会成为你爱情的障碍 学员问是不是要先把自己修行好 再找自己的姻缘呢 还是压根也不用想这么多 一切随缘就好 村长达理论上 应该把自己修行好 可是修行好是一个什么概念 没有标准的 我来跟你说一个标准 心无挂碍 无挂碍故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究竟涅槃 你现在就是有挂碍 总是单 心遇到错的人 畏首畏尾 这就是颠倒梦想 当你无忧无惧的时候 就是你在这个问题上 一切随缘了 学员问想结婚 没有对象 咋办 村长达我们最爱说的就是 我若盛开 蝴蝶自来 你自己是一块石头 就很难吸引到蝴蝶 甚至有的人会吸引来苍蝇 那是因为 苍蝇不钉无缝的蛋 经常有女的问我 我为什么命运多喘 为什么第一个男朋友是这样 第二个男朋友也这样 都是奇葩 我经常对这些女的说 因为你是奇葩 因为你有问题 你吸引来的那个男朋友就有问题 你把自己整好了 你把自己修成鲜花了 要么你跟他就白白了 要么他就改变了 你把自己搞好了 你自己的爱情自然就好